拜登总统以及第一夫人吉尔 已经在星期二的晚上抵达了 马赛诸塞州的南塔祈祷 那么将在那里也度过感恩节的假期 到星期天才会返回白宫 那么一同过节的家人呢 包括他的儿子杭特一家 女儿艾叙利一家人 还有已故儿子波拜登的家人 总共10人 那么依照惯例呢 他们会住在家族朋友 鲁宾斯坦的房子 那鲁宾斯坦呢 在进入商界 成为凯雷投资集团共同创办之前 曾经在卡特总统的白宫任职 那拜登总统的家族呢 历年都是到那边去度过感恩节假期 唯一一年没有到南塔祈祷度过感恩节 是在2015年 当年5月的时候呢 拜登的长子波拜登 因为老牛而过世 而拜登总统周三也发出了感恩节的声明 除了感谢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以及对抗疫情的人员等 也提到对于他跟第一夫人而言 每年在感恩节与子孙团聚 打打美式足球 一同下厨用餐 是他们最珍惜的时光 而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呢 今年的感恩节 将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第一次能够与所爱之人团聚的日子 那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各地的民众 都准备要旅行来与家人团聚 不过呢 许多人在机场还有路途奔波 还有群聚呢 也会造成防疫上的担忧 那美国在过去的七天呢 平均一天还有九万三千人 确诊新冠病毒感染 那么预计呢 感恩节之后 这个确诊人数也会上升 白宫的新冠疫情小组成员 美国过敏进出来面严重所 所长福西医生 这周一就表示 建议家人团聚之前先去检测病毒 如果呈阳性反应 就不要群聚或团聚 但是最好的呢 是在团聚之前 就先去接种疫苗 那如果本人跟家人 都已经完全接种疫苗 那么在室内团聚的时候 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同时呢 星期一也是美国联邦政府员工 接种疫苗的期限 白宫在星期二公布了 350万的联邦政府员工当中 90%的人已经完全获部分接种疫苗 剩下每打疫苗的人将接受辅导 或是必须提出健康 或宗教的豁免并获得批准 如果到时候没有获得 豁免批准又坚持不打疫苗 就会被解雇 那么除了打疫苗的人数 未尽理想呢 新的德塔变种病毒 也可能会造成突破性的感染 那鉴于接下来 还有圣诞节的假期呢 福西医生是呼吁 即使已经是完全接种 新冠疫苗的人呢 也尽快的去打第三剂的 这个辉瑞BNT的补强针 这条辉瑞BNT的补强针 是在这条辉瑞BNT的补强针